那么台湾到底有没有可能采购中国疫苗呢 指挥官陈时中最近也一改先前强硬的态度 胸口如果有缘有兴趣可以推荐中国疫苗 外界猜测很可能是因为最近中国科兴疫苗 终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二期临床试验结果 报告中显示科兴疫苗对18到60岁的民众 整体保护力有50.66% 而在中国境内公布的第三期临床试验则显示 这支疫苗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良反应率低 但是有专家认为疫苗的报告不能够只看保护力 还要看安全性 科学性的资料也没有发表过 所以这我们没有列入我们的候选疫苗 大年初三被问到中国疫苗时 部长陈时中还是一贯立场排除采购中国疫苗的可能性 但现在态度却有点放软了 本来就没有说特定要去排斥 你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证据那就会被我们注意到 那如果真的是非常需要我们当然会排除万难 陈时中改口若有人有兴趣可以推荐中国疫苗 因为根据中国科兴疫苗在国际期刊上的一二期临床试验报告 这支疫苗对18到60岁民众整体保护力有达50.66% 而他们公布的第三期临床试验则显示对60岁以上老人产生严重不良反应力低 恐怕都是让部长动摇的原因之一 它的有效性大概是比较被确定的 大概就是五成到七成之间在那边浮动 它的安全性就没有正式的报告出来 排除现行法会问题面对中国科兴疫苗部长总算松口 但目前指挥中心以群体免疫六成计算 以总采购3000万剂疫苗为目标 就被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批评 人口数与台湾相近的马来西亚都采购了6670万剂 疫苗覆盖率高达110% 相信之下台湾标准太低了 八成打就是已经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的疫苗大部分都18岁以下 人体试验都相对不足 那18岁以下大概占掉我们大概20%的人口 全球疫情持续严峻 布置疫苗问题稍不停 病毒不断变异 连目前台湾边境一人一户政策 指挥中心也考虑延长 不敢有丝毫松懈 接纵不倒